请部长、主委就一起好了 部长跟主委一起好 主委、部长早安 我先请教一下部长 今天这么大的新闻 防衰退经济部要百亿投资服务业 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们在您的报告中 怎么没有看到是什么原因 部长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我们正在眼里的一个构想 因为目前政府对制造业的各种的投资工具比较多 对策略性服务业 对是小型竞要成长的服务业 需要资金的话 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来努力 所以目前经济部准备洽商国家基金 来做专门的工作 大概是这样来的 在经济部定案没有 我们内部已经朝这个方向在规划 等于是要去跟国家基金再来商量 我知道在部内已经定案了嘛 只是在跟国家基金商量啊 这个计划所以会提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不是要因为面对二次衰退而做的准备 是不是 我想基本上应该这样讲 台湾整个的经济发展 已经会从过去制造为主 到变成制造跟服务要并重的阶段在那边 所以对制造业 对服务业要更加把劲 所以这个跟刚才提到的概念 我想是可以说是不是直接相关 并没有 国发基金会同意 你有把握吧 我们尽量来争取 这个上面讲的 大家看了有一点五沙沙的 就是扶持加盟连锁店 跨足海外市场 所谓的加盟连锁店 部长能不能举几个例子给我听 你指的是什么 我举例子 譬如说目前国内有很多的 非常做得很好的这些服务业 它可能到海外去发展 要扩展 要展店 需要资金 这资金目前很多这种创统 你讲加盟连锁店 你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 我想行业很多 譬如说有做饮食的 有做各种服务的 这种国内呢 目前是相当多 我打个比方来讲 目前单单国内加盟连锁的总部 大概就两百五十个 跨到各行各业 那你要辅助它 去怎么跨足海外市场呢 这当然 假设有这么一个机制在 有这个基金在 我们会 它要提计划 这计划经过审议 审议通过之后 朝一投资 这是一般的标准作为程序 请教部长 今年你八月份说过一个口号 和你的期望 就是五四三二一 今年打阵 所谓的五五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保五 但是后来主计处呢 把它给下修成四点八一 IMF国际基金会 把它预估台湾的GDP 四小融从第一降成第三 而保华中和经济研究院 昨天更把它修到四点七三 并且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四点五一 那么部长 对于这个保五是不是已经保不成了 请部长说一下 经济部为了内部要做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有定了五个目标 跟我们报告一下 我稍微花一点是很快的 第一个 一我们希望说 今年至少经济部负责的民间投资 能够超过一兆 这看起来已经有机会达到 这第一个 第二我们希望CPI的这个物价指数 的这个通货 这物价的这个上涨率啊 比较超过百分之二 这看起来也会做得到 第三个 希望今年的明目的薪资成长 能够到百分之三 这看起来今年也做得到 另外两个就委员刚刚提到了 一个是呢 我们希望就位率能够往下降 能不能降到四 但是经济成长率保五保不了 那那第五个 那这回到第五个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要保五需要很大努力 特别看第四季 第四季 目前各界的看法是很分歧的 有一部分的业者认为说 第四季呢会比第三季好 但是有业者认为说 第四季的订单机当情况 看起来不如第三季 所以中间还需要一些空间 在讨论之中 这个如果碰到了二次衰退 你认为国内的厂商 停不停得住啊 我跟委员报告 目前台湾的整个出口的这个市场的结构 因为台湾是还是外销为主 那基本上的话呢 目前出口结构 西京市场包括大陆 包括东南亚比重占得很高 所以假设是以欧美的再新发生的这些困难为主的话呢 我想只要我们的西京市场 还能够一定的动能的话呢 台湾应该挺得住 不会厂商挺不住 又以无薪价这种方式处理的情况发生 我跟委员报告 厂商种类很多种 而且每个厂商出口市场不见得一样 所以难免可能有厂商 他出口市场 主要是集中在某些发生问题地方的话呢 他可能比较辛苦 有些可能不是 所以这可能要看个案 再来做一个分析 好 我请教主委啊 金建会前天公布八月警记的情况 景气对策的灯号啊 从绿灯转成黄蓝灯 是的 八月的景气领先指标 也连续二十一个月下滑 这是历史上最久的一次 主委 我们的经济是不是整个的景气趋缓了 这个情况继续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请主委答复一下 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趋缓的状况 是有在发生中 那只是说他到底趋缓 他时间会维持多长 那是会继续趋缓下去 还是会回头走 这个真的答案完全 几乎完全是取决于欧洲的问题 会不会得到解决 美国虽然景气不好 可是他至少没有什么立即的危机 那欧洲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每一次他碰到危机就有人来救 或是等着人家来救 那救了以后 因为他究竟是一个短期的措施 所以他会不会再爆发下一次的问题 这个就还是这个需要看欧洲的情况 才能决定我们的状况 主委 经济部有官员表示 说是这个景气的趋缓 会到年底 会到年底 你同不同意这个事件 我们也觉得 就是我刚刚说 第四季不会比第三季好 就是能够维持第三季 已经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在可见的将来 一季会比一季坏 也没有这么明朗 也没有这么明朗 因为就是说明年的情况 其实现在很多 就像刚才部长也讲 现在国际上的 大家看法都是相当的分歧 可是第四季看起来 尤其他们看 整个圣诞节的订单等等 看起来并不是很乐观 欧美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您曾经提出四大警讯 今天我在您的报告中间也看到了 你仍然是提出了不少的警讯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的台湾的人民 要有心里一点准备 有可能要过比较苦的日子 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其实人民端是 是还好 可是这个警讯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整个社会大家都要了解 所谓了解包括在于说 我们有一些因应对策 可是这些因应对策 一定要有社会上的共识 才比较容易达成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们需要尽快的 能够排除一些投资障碍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认识说 可能后面的不是像去年那么好的话 大家在这个松绑 法规松绑上面 速度就会比较慢 那所以我们这个提出警讯 一方面是对政府 所有的政府部门 中央跟地方 然后也对于企业界 那当然人民 也是让他们有一点心理准备 可是我们也不希望说 只特别这个讲这个负面 因为我们究竟也有很多正面的消息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都呈现出来 是 请教主委 你觉得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今年能保五吗 我们因为 经建会去年年底定的时候 就是定4.82 那定4.82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 我想就像经济部说的 五是一个目标 可是我们经建会去年是 希望能够达到4.8 那今年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 尤其是第三季以后 全面全世界都下调 所以我们认为 就算比这个4.8下调一点 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 重点其实还是在于说 我们能不能再维持在亚洲里面 还是前段班 因为只要能够维持前段班 我们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国际企业 他都到台湾来 那加码投资 然后甚至设这个加码的这个中心等等 那这个部分能够力道能够持续的话 其实台湾就会就会撑过 主委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什么成为四小龙的前段班 好 这个从2008的海啸发生以后呢 这个世界银行 这个ADB 亚洲开发银行等等 就一再呼吁亚洲的国家 一定要尽快转型 所谓转型就是说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那么依赖出口 然后即使出口 也不要像以前一样 那么依赖欧洲跟美国 那所以这个这三年来的 其实各个国家的竞赛 就是说谁能够转型的最快最好 其实谁就会比较能够 这个维持在前面 那台湾的转型在去年 大家都看到成长率是10.88 可是比较忽略叫说 10.88里面 我们的投资 真的就是亚洲远远的第一名 我们是成长32% 加上政府跟供应事业是23% 香港新加坡跟南韩 都是低于10% 所以这里呢 其实在国际上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在这个这一波 2008到现在的转型 台湾转型的非常好 那我们要继续这样的力道 可是重点是说 我们要很多松绑的事情 我们要继续的持续松绑 才会有吸引力 好的 好像我的时间还没到 我下面请教部长 请主委休息 谢谢 五院长一再强调 我们的这个合一场绝对不会延绎了 甚至不排除提前来处议 请教部长 何二场呢 何二场是不是也会如期处议 甚至不排除提前处议 目前的政策的方向 陈如吴院长在立法院打醒的时候 针对合一场有提过 但不管是合一 合二 合三 目前的政策的方向的倾向 是不研议 不研议 所以我们才把那个研议的申请 从 也能会把它撤回来 这第一个报告 第二个 在行政院也讨论过 假设合适 应转能够顺利稳定的话 而且安全无疑的话呢 那么就可能 合一场 有可能会提前来处议 那这要时间去衔接 衔接 但是合二情况是不一样 因为它时间比较后面 所以要看后面整个的 它们供电的情况 因为我们基本上 还是要做到不缺电的 一个要求在那边 所以这可能要开点时间的演变 来做规划 是 现在有发现 有三角断层 在合一 合二场的地方 那么原能会已经公开表示 质疑合一场的耐震程度 并且要求台电在本周五 就提出报告 如果体检不过 合一场要立即停 凝积除异 我们台电也好 经济不好 怎么因应 立刻合一就要除异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核电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安全第一 这是一个 摆在最高阶的位阶 所以任何事情 假设因为安全的考虑 必须要停止运转的话呢 我们配合原能会的一个决策来做处理 最后 我们的新能源政策 大家一直在期待 看到公布 为什么到现在迟迟 新能源政策 没有公布 什么时候公布 方向是什么 能不能回答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么能源是个很广泛的题目在 内容很广泛 包括我刚才听到的核电 到节能减碳 到再三能源 这题目很广泛在那边 我们现在对于不同部门的内容 都在有做深度的研究 我们会逐步的针对不同部门呢 会把这个整个研究的结果 跟新的措施呢 会提出来跟各位做社会做说明 因为它内容相当的广泛 大约什么时候 社会能看到新能源政策 打个比方来讲 今天在报告里面 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 已经把再三能源的目标 提前准备推动这个风力机 准备推动太阳光电保安部 大概都做过 简单的叙述在那地方 这是个例子 所以我们会依序的 把每个成熟东西 拿出来跟所有做报告 好 因为能源政策 大家越来越关切了 这个希望大家能看到 一个完整的能源政策 及早公布 好吧 谢谢部长 谢谢